两个假动作 一是投篮假动作 二是探布的突破假动作 对 往前一押 也是导出了一定的空间 对 近了 帕金斯的中逐是投篮 不容易 对 帕金斯好球 起来之后呢 是利用自己的左肩 以助防守队员 认识远端的对决手 这个不是欧洲步 是慢三步行 慢三步 先要撞开防守人 就是投篮创造点机会 对 和空间 上来 给哈登转开 又来 被盖了 今天哈登被戴纳姆盖了两个 没拿进球 阿金斯的脱手 确实非常不应该 这运球是基本功 2米10几人 你要老天明面的跟小个似的 那小个别打球了 你看这个知识普及铁啊 马上就来了 有一个网友呢 叫大饼卷昆 大饼卷昆 这名字是什么 卷葱呢 这个网友说了 欧洲步啊 是当年吉诺比利打胡人的时候 胡人防不住 这是电信的大怒 说吉诺比利啊 这突破简直是欧洲走步啊 所以以后再有类似的突破脚步 就叫欧洲步了 长知识啊 感谢这位网友 这个有考证吗 不知道 所以咱不能光轻 因为说你 我觉得他不会给咱们编 他肯定会 有人水平编挺高的 对啊 这是 胡人队赢得总冠 在科比身边赢得总冠军的这些后卫球员 其中步伐高手 老一费事 布兰肖 哈勃 亨特 乔丹法马尔 当然了 也有一些联盟中 比较一般的球员 比如说阿特金斯啊 富雷克啊 看有点凑合是用啊 对 这科比身边这些后卫啊 这个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 这个莱德 他跟着 胡人队打了 应该就打了一米 当时去胡人的时候呢 很多人都说这个 莱德的得分能力 能够补充 胡人队在二三号位上的得分 这名球员就是性格不好 我觉得这镜头 既然给了菲射 我觉得应该说这场比赛啊 菲射应该起到一个 不光是打球的作用 还得起到一个助教的作用 对 把所有胡人的秘密打法 什么全都告诉了 嗯 先直选 对 拜纳姆在第一位 对上 帕金斯的防守 中距离投了 推 最近一段时间 拜纳姆好像对自己的投篮能力 非常有信心啊 这球抠的似乎是很单的 有争议 又一暂停 又一暂停 今天比赛里到了第二节呢 双方的暂停数是逐渐的增加了 看看大伙的留言吧 刚才有一网友说了 说这个费事 那不是第七场 对 我也记得不是第七场 这个0.4秒的绝杀 那肯定不是第七场 应该是双方打成2比2的情况下 那球不是咱俩多了 多新鲜 那时候我还上学呢 我知道 所以说你记不清了 可以原谅 对 上学的时候有些事啊 确实 当时一看一激动 但是后来也就忘了 因为这个学习课也很严重 很繁重 没有 包括学数学啊 什么的 太难了 还有网友说了 说我刚才说的 是不是格伦莱斯 不是 就是有一个叫 伊赛亚莱德的那么一位 曾经呢 还获得过NBA的 扣篮大赛冠军 也在明尼苏达 森林郎队打过球 大家呢 可以去找一找他的视频 确实得分能力很强 但是这名球员呢 就是和NBA很多天才一样 就是输在了自己的性格 输在了自己的打球态度方面 还有网友说了 说没有把埃克赛尔说进去 埃克赛尔打球的时候 应该马尔道也还在打球呢 应该是吧 应该是吧 埃克赛尔和科比 还有埃迪琼斯 还有奥尼尔 是曾经四个人同时 入选了西部的全民兴队 那个时候埃克赛尔打球 也是非常的华丽 有一个网友叫 消失的印记 说孙悦是不是有总冠军戒指 马尔道评价一下孙悦 要按说呀 马尔道孙悦还算是队友 是吧 没打过 都没在一块打过 但是都是在奥神队打过球 奥神队那时候他还在二队 二队都没有 我觉得没有 就好像是在打二队吧 就是你们那会儿已经有什么 金星啊 黄海贝什么的 那都没跟我打过 你觉得孙悦怎么样 我觉得孙悦条件非常好 条件非常好 他所有的条件都具备了 能够打高水平的这种职业水平 但是呢 这个关键在于 他自己去怎么去要求自己 因为光具备条件是不够的 他必须要具备刻苦的精神 还有一种智慧 那篮球场上需要很多的智慧 包括刻苦是一个基础 对 马尔道说的这个非常正确 刻苦是一个基础 另外呢 就是你的这种 对于场上的判断 从小养成的这种习惯 也是非常重要 孙悦的确是一名非常有天赋的后卫 挺十度也就是 守护第3悼і 你的手伝 第4弱